继续我们重读抗战家书的报道 1939年中国半米江山沦陷 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物资大通道 当时急需大批的汽车司机和机秀人员 3000多名南洋华侨也为此而归国参加抗战 他们就是著名的南侨机工 当时回国的女机工一共只有四个人 去年四位女机工当中的最后一位白雪桥老人 也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她在青年时代书写的抗战家书 却永远留了下来 铭记着那段历史 亲爱的父母亲 别了 走之前 我是难过极了 家是我所念的 双亲弟妹 是我所爱的 但是破碎的祖国 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 所以 虽然几次的犹豫 惆怅 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 含着心酸的眼泪 踏上了 征途了 这是1939年 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女青年 在回国参加抗战前留给父母的一封信 白雪桥 原名白雪胶 祖籍福建安西 1936年 父母把她送回福建 就读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那么祖父又告诉她 那里才是我们的根 因为她从小就在父母亲的影响之下 总是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 这个中华文化传统对她的影响应该是根深蒂固的 抗战开始后 中国沿海的港口几乎全部失现 没有地处西南的滇缅公路 成为军事物资和工业原料的运输大动漫 得知国内车辆司机严重匮乏 华侨领袖陈家庚 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 25岁的白雪桥 瞒着父母化名师下归 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 我的外婆就是她的母亲 是姓施的 下我们可以 我理解是华下了 她归华下去 这可能是她其中一个含义 另外 谐音 我私下回中国 一九三九年 三千多名南洋的热血青年华侦 一九三九年 三千多名南洋的热血青年华侦 唱着由田汉作词 聂尔作曲的《告别南洋》 分九批踏上归国的轮船 奔赴风烟四起的抗日战场 从槟城出发归国前 白雪桥给父母留了一封信 亲爱的双亲 死去虽然千山万水 危安莫普 但是 以有用之躯 在有用之时间 消耗于安逸与无畏中 才更是令人 安息不至的 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 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 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 决死争斗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 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 就觉得此事不曾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了 在抗日战场上 南桥机工迅速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一度担负了滇缅公路上 近一半的物资运输任务 但艰苦的生活条件 日军的轰炸 也先后夺走了一千多位南桥机工的生命 在此期间 白雪桥等四位女机工 多次要求要到最前线去 都没有得到同意 在邓颖超的建议下 白雪桥转赴成都就读齐鲁大学 并参加了大学生抗日宣传队 徒步从川北走到陕西宣传抗日 抗战胜利后 1946年 白雪桥回到马来西亚 参加当地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活动 并成为一所小学的校长 1949年10月1号 白雪桥带着老师 根据报纸上的照片 动手做了一面五星红旗 在学校里升旗 这也是马来西亚宾城升旗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英国当局就说他是中共的嫌疑分子 把他抓去 逮捕了抓去 坐牢 一年之后 把他驱逐出境 1951年 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漂泊 白雪桥抵达广州港 再次回到祖国 不久后 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 直到退休 青年时代的传奇经历 老人很少在儿女们面前提及 他并不觉得自己是惊天动地 按照他来说法 他觉得是应该 就是国家兴亡 自己没有人都有责任 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很特别 所以爸爸妈妈给我们两姐妹起个名字 平凡嘛 我姐姐叫陈耿平 我叫陈耿帆 那么他们就觉得 要对国家 对人民 要忠心耿耿 平平凡凡 2014年 白雪桥先生安详地走了 按照他的叮嘱 孩子们没有给他举办追悼会 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大海 人们也不禁再度回忆起 当年风华正茂的白雪桥 奔赴抗战前线的时候 留给父母的那封家书 这次去 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 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 我的力量简直是构上沧海一束 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 我希望我能在救王的汪流中 结我一滴之威力 一滴之威力 五滴之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